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故事的主角是谁 就是这位正在为人剪头发 家住台北的叶秋莲师姐 拥有巧手好功夫的她 从事美法工作已经三十多年了 行善行孝双轨并行的她 曾经世代同堂 她得过内政部孝行奖的肯定 因为她上游年迈的婆婆阿嬷要照顾 下游两个女儿要养育 但是小家庭里面的分内室 她做得非常的完美 而且还可以快乐地走出家庭 做志工 让我们更感动的是 她把原本对慈悸不太了解 不太认同的先生 也接引进来的慈悸这个大家庭 夫妻如何同行菩萨道呢 我们来看夜修人师姐 悲至双运走在慈悸路的故事 这里是慈悸志工叶秋莲家的客厅 也是她个人小小的美法工作室 更是她说慈悸 慈悸心的道场 小小的空间兼具了三种功能 我们都是谈慈悸 要不然有时候我会问师姐 你最近有没有学到什么 树的啊 炒树的菜啊 跟她洗头还不算她洗心 对 对 本来师姐就本来就是心地也很好 那每一次来我们就会谈到 我们上人的法 还有就是说像我们周三夜间环保 师姐都很支持 因为慈悸让夜秋莲单调无畏的日子 有了色彩的光影 所以在十几年前 她就毅然决然把美法工作 改成预约制 把慈悸安排在生活中的第一位 对啊 当然啦 因为你如果职业多 你这个 我所做的工作就变少嘛 就像那个天秤一样嘛 那可是我觉得说很值得 我去开门啦 对啊 喂 哦好 嗨 帝主啊 你好 我今天来教功德款 好 进来坐 感恩 感恩 进来啦 因为她的行程很满 我们要交功德款 一定要先打电话 跟我们母鸡联络她的时间 好 师姐感恩你 谢谢 感恩你哦 好棒 这是十一月十二两个月的 好 感恩 师姐她的心胸很宽大 有时候我们这些小鸡 有一些问题的话 师姐能去体验我们 她等于说是我们这些小鸡的垃圾桶 我们很对不起她 感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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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如果你没有接触慈迹 你的生活会比较箍燥 没有味道 因为每天面对都是这个样子 话题很有限 那了解了 进入慈迹以后 你话题就非常多 因为佛法生活化 是不理生活的 我觉得很好用 谢谢 这两百是功德款吗 对对对 这个是我的那个 对 洗头的 OK 好感恩 感恩 好 再见 好 拜拜 没有客人的时候 客厅摇身一变 又成了叶秋莲 静心读法的道场 因为当年的她 就是从法入慈迹门 我怎样找到天堂这句话 我觉得说我就用这个方向 每天要让自己活得很清安自在 那法 因为你深入以后 你对应你的生活 当你法用上了 自然而然 它的困难会迎刃而解 是这样 没事 一根没事 好 同样 不过很散 没来 这个故事跟我们说 我们人生来这世间 也同样 白忙一场 如果 如果我们没有客户 来听道理 但只是白忙一场 书在想问 法水什么叫做法水 道理 我就是道理 知道吗 大家说 拔水就是道理 白书 书家里面有一个寶珠 寶珠 对啊 哪一人都有 在身体 对 寶珠 寶珠 寶珠是死的 来生又来 又来 你要做好才来 没什么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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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才会做好 其实这个工作是 有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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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慈祭听闻佛法 让叶秋莲找到自己心中的天堂 于是她承担起 每周二读书会导读人的工作 利用每次一则生动的小故事 启发许多不识字的环保志工 让大家也都能一起走在这条 通往人间天堂的道路上 是啊 慈祭这个大家庭就是这么可爱 很多人从不会学到 因为参加读书会 长智会又变弦会 所以丘连师姐算是上人法的传法者 今天感恩两位亲友团陪伴 第一位要隆重介绍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是丘连师姐的资深委员母亲 大家猜猜看她几岁 我给大家报告 87岁的老菩萨 我们的人称余妈妈 余朱席妹师姐 余妈妈 大家好 这个慈祭就是这么可爱 来自各行各业 也不分年纪行业 包含陪伴你的我们的 绿茜师姐感恩 今天三人行 今天三人行 我们先听你的主称的委员 给你赞谈 我开场的时候有说 她曾经四代同堂 她也得过这个内政部颁发的孝行奖 我们今天有一个奖杯 月秋莲女士荣获 荣获中华民国九十年孝行奖纪念 中校传家 哇 她那时候还要过出来的室家 还要带孩子 顾孩子 上头还有两位中卑吗 是啊 她很孝顺 因为当初我做幕后的时候 她是当我的幕后 那我每一个月要去跟她的家里 收工都看她的那个孝顺 实在是我年龄那么大了 从来都没有看过那么孝顺的 那然后呢 她阿嬷已经快会 快会将近百岁了 那然后还有一个婆婆 婆婆跟阿嬷之间 有时候常常会摩擦 那然后呢 她那个 修理师姐就是会给她 两个人来解解问题 热华剂 对 那行善的部分 就像刚刚影片中看到了 不简单啊 你的客人来了之后 听说你只要不超过两分钟之内 一定把主题切入到词剂里面 写的头减思心就讲主题了 对啊 因为时间有限 我就是说 其实两分 一分钟 一分多钟我可以切入 为什么 我觉得 一分钟哦 对佛法生活化啊 生活跟佛法是离不开的 是息息相关的 如果我们的佛法在生活中能够对应 其实很多事情可以延任而解 这个要请绿茜师姐来赞叹见证一下 因为刚才还没录影之前 他们三个人跟我们的同仁在外面沟通的时候 他们马上可以把我们的同仁身家背景简单的就了解了 而且还邀约她当会员 来哦 绿茜师姐她真的是很会把握时间善用时间的人 没错 刚刚我们在等待录影的时候 刚好我们搭配人物志的佩琴工作人员在跟我们聊天嘛 那我们就一起就跟大家分享词记的部分 那就请她来加入我们会员的部 结果其实佩琴也很开心 是 马上答应 哇 所以说家里开会完就一大堆 没说就没嘛 对 所以你就是很勇敢的愿意说 对 因为我们词记真的是除了你说佛法生活 其实它是可以救心的 绿茜师姐跟邱连师姐很巧合 就住在同性医台北市性医区 两个人年纪一样 受证的时间也差不多 一位是2945号 一位是2926号 对 他这个当着你的副手也当了好多年 今年他升任和气组长啊 你当他的副手 对 他跟你配合的那是过去11年来 你真的有看到他把法 怒到他的这个生活中啊 有 那个我们的邱连师姐真的很棒 他我们两个配合在11年当中 我觉得他非常好 修养好脾气又好 对 对而且其实他逢人就说上人的法 尤其像我们有时候要到关渡园区来 或者到板橋园区 我们有游览车嘛 对 那我们在车上的话 他还把握时间 就是把上人的法传出去 哇 善用时间把握因缘 把每个空间时间 爱撒在人与人之间 不仅对外如此哦 对家里 你看我开场就有讲了嘛 他家的先生原本对他做慈祭 是有一点点那个那个那个的 但是他如何让先生也 欢喜甘愿跟着他做慈祭呢 来看啊 你好 小朋友大家早 早安 真的 早安 早安 哇 小朋友你们今天精神饱满 今天有美好的一天对不对 对 好 一天的生活从慈祭室开始 对叶秋林来说是常态 即使在早年不受先生支持下 他依然不放弃做慈祭 把他开走之后 我们再把他停在我们家的门口 那他们有什么心 爱心 爱心对 哇 掌声 好 大家知道我们的心 那个时候老人家有在的时候 我慈祭室就比较没办法完全去做 就是说看状况做 可是从来不会断线 如果你说等到有空再做 我想这一块你可能空掉 结果会接不上 在慈祭的做 你们要把那个 钫很质的心慢慢去焯转 我们师兄真要满神经 他的5点就起床 甚至4点多就起床了 起床就是说 该把我们的早餐弄好 他就弄好才出去 我家的师兄脾气很不好 他也说 我就说 那因为我喜欢做慈祭啊 那用一方面又不想让他造口业啊 那我觉得上人的法很好 你自己改变自己 他生气的时候不要看他的脸 那你活动回来的时候 我就赶快钻到处 我要赶快做事 点点无事 来 念一遍 生意参念既可自救又能救人 起意恶念不但毁人 而且毁一 那希望你们在日常生活中 好好的把三个好礼物带着走 成为一个怎么样成功的人 想方设法克服各种困难 叶秋莲就是不改变 做慈祭的坚持 还不忘结合众人的力量 邀请先生一起投入 久而久之玩时终于点头 从环保走入修行的菩萨道上 一概话就好 做环保 环保师兄说 哎呀 虽然师兄 没有空啊 真的你要过来过来 来帮帮我这样 所以自然我就想说 哎 现在事情比较少 好 我可能可以 我自己试试比较少 我可能这个环保七怀我可以来做 这样子 环保 觉得我们这环保真的是最好的一个 一个修行的道场 工作嘛 一个礼拜下来嘛 这个也是可以算是活活动筋骨啊 也是也是这样子的 不然我们平常很少运动啊对不对 好 这边就好了 好 这边就好了 摩托车起码 因为这个巷子太小了 摩托车所以要快 动作要快 我没有了吗 我姐姐他们在邀我说 谁要来谁要来 你要不要来我们这边 我说 我现在礼拜六都要做环保啦 可能比较时间没办法去啦 要怎样啦 他 他久了久了他们就知道说 我都要做环保 他们就比较不会叫我了 好 别叫我 他们反而他们会 现在也会去我们 万路慈祭园区了解 报纸先拿到底下 报纸先拿到底下 这个税纸再给我这样就好 现在每个星期六早上 都可以看到林氏南开着环保车 在台北市无星街 狭窄的巷弄里穿梭在环保的身影 低下头 弯下腰 回收资源的当下 也感受付出的欢喜 而这一刻 正是太太叶秋莲 盼望已久的光影 如今勇望得以实现 此际路上夫妻同修 收获是宛如倒吃甘蔗的甘甜 台湾 台湾是部队 以爱 以生为佩 还有这么多人做环保 感恩你们家的孙兄 林氏南师兄 也是我们的大爱台的老闆 虽然今天你无法亲家来弄 但是我常常感恩 一开始 对你做主座 有意见 有想法 你后来如何让他 从误解变认同 你用了什么妙法 其实是这样 以退为进 以退为进 对 为什么你知道吗 当他脾气来的时候 我就点点不讲 等他脾气过了 我可能少分 微分的再讲一点 不能讲太多 那慢慢的呢 我觉得在慈禧世界 有一个很特殊 就是团队非常的重要 怎么说 团队就是我们左右邻居 这个师兄师姐们 那经由我私下会跟他说 如果我要出勤 我就跟他说 师姐 麻烦你打个电话 跟我家师兄说 我们真的很需要我 我说 麻烦你跟我家师兄讲 他因为不好意思 他就只好答应 妙法 对 自己开嘴可能没有 对 不请人说可能 你先生就不好意思了 对 妙妈妈 他家师兄一开始真的 对他做慈禧 有点心疼 对啊 很疼他 很疼他 对 所以就 舍不得让他做得这么认真 对 那他真的都没有跟他先生 正面冲突啊 他是习气非常好 修养好 修养非常好 这是你自小就这样 还是你知道俗上人说的 乙刚克刚两败俱伤 乙刚 乙楼克刚 毫法无伤啊 呃 其实我 以我自己了解 其实我的脾气 本来就不是很差啦 那进入慈禧以后我觉得说 听得上人的法 我觉得说 嗯 那种甘愿的程度会更深 以前的那个忍是很不甘愿 那做的慈禧你会很甘愿 为什么 因为你找到目标 你要向那个目标前进 所以你会很甘愿的忍让他 所以改变自喜是自救 影响别人是救人 你做到了 所以你甘愿 所以那个你心里内口井涌出来的泉水 就是甘甜甘甜就对了 甘愿 不甘 你这样 听说您曾经为了要说词记 有好几年的时间想一忙吵吵吵 有 大概至少有五六年 她妈妈对不对 对五六年 她讲话都讲不出来 你那时候去开刀就好了 你那里 对啦 讲到开刀就是 因为我的客人真的看到我这样 每天喔 说话好像 吼 阿坤阿坚这样 他说 喔老板娘 拜托你去看医生 我说不行 没时间 他说那这样好了 他在台大上 他说你肩膀看哪里 我替你刮 你来网巴上带你看 一点都不要等 我说好吧 你那时候没时间是探材 我就要探情 怕说客人来 你没有机会跟他说词记 那一方面就是忙 一方面就是说 你要都不断的讲 这次您这个要跟您恭喜 你现在承担 新一任的和气组长 律宪师姐也很感恩你 你退下了十一年的和气组长 现在做他的副手 他的搭档 对 你说要感恩许多人的成就 最要感恩的是谁 要感恩世男师兄 愿意成就 因为他感恩他家师兄 他家师兄 若是不愿意成就的时候 就没办法成就 这个好姻缘 听说你们一开始 在 哎呦 算是不知道 会答应了不 因为我们要尊重家人的意见 对不对 对 那你们怎么办 后来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团队啊 就去拜访世男去他家里拜访他 那也把上人的理念让他了解 那其实我觉得世男师兄也很棒 因为他其实也了解上人的这份苦心嘛 所以这一次真的毅然决然也成就了这个因缘 我们很感恩他 那最感恩的还是感恩绿龙师姐 愿意出来勇于承担 勇于承担啊 我也乐意配合 太棒了 所以上人说他不缺做事的地址 他缺勇于承担的地址 你做到了 对不对 不仅把先生也接引进来 我跟大家报告啊 这个孙子也很用心嘛 他说他用酝酿的方式啊 让他的女儿也去读词记互专 现在女儿长大了 有话要对妈妈说 一开始接触有点像 汪洋中的一片浮板 就是本来他觉得他人生是没有方向 但是他抓到这幅板之后 觉得他就是 就是由上岸的一块浮板这样子 就像他的人生的灯塔 因为我就说他 待会儿我就睡的时候 他就可以做自己也骂 然后他就是 因为那时候因为 我们也还小了 然后下面两个老人 也还蛮老的这样子 反正他就是要先把家里过好 跟没法事情做好 他才可以做自己这样子 所以他真的做到了 我觉得还蛮了不起的 没有想说 他又是几岁了我 有一个认识的兴趣很好 这样子 对我们家有没有担心 七善之家必有余庆 其实实际很用心 影响家里人也都做瓷器 您的女儿在花莲瓷器护专毕业之后 在花莲瓷器院也服务了好多年 对不对 也是一位拔衣大士 一共她眼泪一直掉 什么原因 我怎么感觉她疼惜你是不是 还是怎么样 对我女儿算是很贴心 很贴心 因为她以前在读书回来 我都很忙 其实回来有时候我也不在 那就说不好意思 因为你回来妈妈也不在 她说没关系 妈妈你做你喜欢的事就好了 对 因为她住在那个 因为花莲瓷器的时间也是有限 她知道你又要拼事业 又要拼智业 家庭要顾 慈激的大家庭 这个重担你也要到达 你妈妈 这个您贵为长者 87岁的菩萨 但是你说你跟她互动这么多年来 你反而跟她学习很多 对我跟她身上学习非常高 我非常感恩她 虽然是我带她 其实是她带我的 她是真的很用心 我看她真的 是我在绿荣师的身上学到非常非常多 你说她绿荣就是她的法号 对不对 要不然观众什么奇怪 要不然你介绍丘连 你怎么在一起叫她 那我来请绿茜师姐 真的 大家有缘共聚一堂 一定是累生结的好缘 那如何化结恶缘结善缘 真的都要妙法 是 要不要给我们这位 新接任的和气组长一些祝福 首先我要借这个机会 要感恩我们的绿荣师姐 真的 在这个 我当和气十一年当中 她给我很大的一个协助 还有给我一个鼓励 她给我很大的一个力量 那接着下来就是很感恩她 勇于承担 那我乐意配合她 新一区其实是很这个 有前途很光明的一区 那么多人文会睡在那个地方 充满了希望 所以我想绿茜师姐 我们的丘连师姐 一定心中在新的一年 有一些话需要讲出来 让大家一起来祝福 那我想呢 我也是勇于承担 因为上人觉得说 承担 其实也是为大家 共同找一条的路 我想说 我期许 在我们的团队里 能够带动我们 所有的师兄世界 用和来供养我们的上人 那就像上人说 家和万世心 我想和就会有力量 带动更多的人 那在此我也非常 在菩萨道上 我能够走到今天 最要感恩的是我家的师兄 他也成就了我 是 走在菩萨道上 那所以呢 期许我们一起走在菩萨道上 有更大的力量 好 就是做好事不能少你一人 大家一起来成就 而且付出的同时 其实都是感恩 感恩因为我们收获最多了 还是自己心灵的成长 所以希望大家法入心 法入行 能够生生世世都在菩提中 好不好 感恩秋连师姐的牧师 也感恩余妈妈 还有绿倩师姐的成就 也祝福我们的四男师兄 感恩 感恩 谢谢祝福大家